大家好啊 今天来继续分析PILS成员啊 来看一下明景男 他是97年3月24号白羊柱啊 出生在德美国 德州日本籍歌手 然后是在韩国发展多地奔跑啊 看一下韩国命理师他们用的是50啊 当然这个时间肯定是不准确的啊 大概的嘛 50来看我也直接拿来借用了 反正娱乐嘛 这个对局错没关系 反正都是可以验证的啊 我看一下这边写的是四个字啊 比较醒目 腾蛇腰脚 这个是奇门上用的多啊 这个格局啊 其实这叫消应夺食啊 学的不像啊 消应夺食 这个就是腾蛇腰脚的意思 只是说在不同的这个 这个学术当中他的说法不一样啊 这个就叫消应夺食啊 而不能说说叫做这个腾蛇腰脚 这搞串了啊 先看一下塔罗命盘吧 这是一张力量啊 力量的这是女士嘛 抚摸狮子啊 凶猛的环境不 丝毫不畏惧啊 底下有这个蛇啊 说明潜在性的危机也有 但是呢 好像他完全不受影响啊 这个倒八嘛 能量强了啊 潜力无限 就是可能就是环境在恶劣 也能够适应啊 背后有危机也在所不拒 就做自己坚持的事情 喜欢的事情 不受他人的影响 这种情形吧 这叫外楼内高啊 外表看起来是一个 楼落的女生啊 看起来这个没有什么杀伤力啊 也没有盔甲 也没有武器 外面是一件白袍吧 还有花环啦 和平的意思嘛 完全是没有与他人竞争的意思啊 就不像这个皇帝啦 这个牌 这很明显 这是一张比较楼落的 但是呢 是外楼内高吧 回归到这个命盘啊 荧幕出生在这个卯月 这叫建路格 按传统格据来说建路啊 然后又是在这个鬼水特出来 按武士的话 那明显是忘了一些 偏忘的话要用这个师生 这师生为用嘛 这叫偏硬夺死 也叫消硬夺死啊 消硬夺死 不叫腾手要脚 这个在学术上 不是这么讲的 这个是题外话啊 遗筹日啊 遗筹海中经 什么叫海中经呢 定海生针啊 看过西游记的都知道 孙悟空取得金箍棒 定海生针 那这个定海生 什么用呢 就是海中经嘛 就是稳定 稳定这个龙宫的 这表示什么呢 当然这个种状态就很累啊 这个晴天柱啊 金生水啊 非常累 当然这个累可能也是自己享受的嘛 木刻土 我去做事情 我去做事情 累就累 就是相当于我用思想去行动 这个也就是说 我想到了我就去做 这种意思啊 运走的还可以啊 一直以来都不错啊 从这个 一直都非常好嘛 那很明显的 他的丁火有根啊 如果真的武士 确实还可以 丁火天干透的 地质内有根 润水呢 这个本身就是运行 代表这种想法 思想 文化 也代表这种艺术嘛 偏移的也代表艺术 从事艺术相关的 是没问题的 有火嘛 我之前 应该看过我视频都知道啊 这个 很多艺人都是有火的 确实他有火啊 有火的才能够有名啊 有名望嘛 海中经啊 就是辛苦一点 这样的人就是 一般来说是比较瘦一点 瘦的 当然 这个就算胖 他们也会减肥 也正常 但是往往这样的人 比较瘦一些 为什么呢 这个土啊 被制了 木刻土 木刻土 木嘛 木主挑打 火主沿上 水为润下 这个算 这个不来讲了啊 不来讲废话了 这个很明显 一直都比较顺畅 师生代表书啊 唱功嘛 唱歌嘛 当然他是女团 可能 肯定是练习生出道的话 也会这个跳舞舞蹈 但舞蹈 我可能要差一些 相对来说啊 就是唱功会更好吧 看小介绍啊 走火运就比较有利吧 15年啊 15年 15年是属羊嘛 出道 木生活 可以啊 15年啊 没问题 16年 16年是 16年的1月21号 他还是在15年啊 问题不大 17年是丁幼年 属鸡蛋 2017年怎么样呢 17年丁幼 一直以来都还好 那今年可能踩鞋 很明显 换运了嘛 再加上 今年庚子年 日午冲 大运流年相冲 这种就代表 说一种 受影响 而且是上官 还好命里没有 当然这个无火了 如果真的50的话 那今年就很差了 这叫命里有的 终须有 那当然了 受到的影响就大了 那什么叫大呢 比如说按规定 按计划 可能什么演出了 就相当于这个 这个日本啊 本来2020年 是好像是东京奥运会吧 然后取消了 这就是被迫的嘛 可能受环境的影响 哎呀 没办法了 取消了 这就是受影响 同样的 他的也是 可能什么计划了 什么 什么通告了 他演出呢 受影响 当然可能受疫情 反正就肯定是受影响的 这个事业 看一下他的经历吧 什么什么芭蕾舞 也学习芭蕾舞啊 合格 这个按理说 这个他学 他学历也会比较高一些 虽然可能也是韩国嘛 因为体制不一样 他那种什么练习生 可能就是很年轻 就要去 从事练习 就是这种 练习生的 这个生涯 可能学业就受影响 但这个我认为他学业应该还好 因为四伙嘛 文昌啊 文昌当然应该有这个学历的 97年 今年是这个24岁了 应该有的话也毕业了 反正 他的学 他的文化比较高吧 因为硬心有 硬代表文化学史 这个应该 多次表达 高中毕业 反 未完成 他也是这个 很多人都这样 反正我认为 这个他的文化会更高一些 他是什么 圣心女子学院 应该是高中吧 搞不懂啊 不懂这个什么 学院是高中还是初中 反正他学应该会比较高一些 按这个来看啊 14年 甲午年吧 可以啊 走木火之运就好啊 因为 为什么是走火运好呢 水生木 木生火 火生土 土不能生金 但是 他的火是比较这个重点 他能够宣泄木的气势 同时呢 又能够 生着这个土 能得彩 所以我认为 走火运比较好 那么走的就是火 一直以来都还好啊 都还好 问题不大 这个也不去看了啊 反正 这个经历就不来多看吧 估计他的粉丝都知道 不来多讲 18年 19年 19年要差一些啊 19年不太好啊 忘记讲了 为什么19年 是 这叫四海相冲嘛 大运和流年 也是冲的 今年也很怪啊 19年是和他的这个 以四运相冲 20年来是和 这个他的丙武运相冲 都是冲 那冲肯定就受影响 一冲就受影响 因为这个火为食伤嘛 食伤代表表达 多数是表达受影响 很多这种 所谓的什么情绪啊 或者说这个 看过吹雪梨啊 他也是这样的 还有这个金炫雅 我记得 有类似吧 你看明星他都有他的闷的共同的特点啊 什么有火了 有食伤了 这代表说一种光鲜亮丽 当然凡事就有利和弊 这很正常的啊 这才是自然自理啊 没有说什么都是好处 这不可能的啊 这是他们的优点啊 有火 有食伤啊 或者说这个 有贵人 都是好的一点 那不好的一点 比如说滑盖多了 容易想的多了 或者说这个食伤受制了 代表说这个表达不能够 自己想法不能够表达了 或者说受到制约了 想法不能够 自由表达 就是容易抑郁了 不开心了 这就是他们不好的 凡事任何人啊 都有优点和缺点 这个正式 或者不能说正式吧 这个天生我才必有用嘛 这是李白说的 也道理的 任何人都有利弊 你看去年相冲 今年也是相冲 都受影响 这个也算是一个这种 职业的人 不要羡慕别人 没什么好羡慕的 他们也有自己的 这个辛苦心酸的一面 反正经济肯定不好 这不来多讲了 明年呢 明年薪酬 明年就问 明年也是 自相可 但只要 那五火不冲 问题不大 所以这个明年 最多是身体吧 可能比如说 练习啊 受影响了 受伤了 希望没有啊 希望没 希望我讲的是错的 事业呢 都还要整体来看 问题不大 走火运嘛 事业没问题 情感呢 这个年月日看的话 五星去 今年庚子年 按理说啊 今年会有恋爱 或者说有这迹象 当然我看了一下 好像先官方公布 或者说看起来是单身啊 但按理说 今年会有啊 我们拭目以待吧 希望 现在的人和以前不太一样了 希望能够顺利 恋爱 这个也是女生 也是正常的人啊 很正常 也自己的需求 2020年应该有容易恋爱 但不好的意味 影响事业 不是说这个恋爱 就影响事业 但肯定有影响 反正今年不太好 明年还好一些吧 明年 辛苦辛苦 问题不大 好吧 简单的分析啊 就不来多讲了 十分钟了 尽量不来讲啰嗦的话 好吧 就讲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